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刘先生曾經因為膝頭退化 行動不便 現在看見他走得那麼好 一點也不像曾經有嚴重腳患 他好得那麼快 原來全靠一個手術 刘先生, 可否你說一下 當時的病況是怎樣的 這是膝頭退化 正中間的駕位 駕駛的駕駛 正中間駕駛 有甚麼治療方法 要否去找醫生 也會介紹電子手臂控教手術 醫生也建議你做膝關節支援手術 但你又看了一個機械臂 就問醫生 他也會介紹這個手術 對 在我身邊有骨科顧問醫生 張文康醫生, 你好 Kio,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怎樣用這個機械臂 進行膝關節支援手術 可以大家看看 這是一個標準的 機械臂膝關節支援配置 第二, 我們有兩部機 第一部機械臂是機械臂的鏡頭 基本上電腦利用鏡頭 去觀察整個手術過程 以及定回骨頭相關的位置 另一部便是一隻手臂 基本上它就像一隻手臂一樣 去將我們要鋸骨的毛組 放在骨頭上 醫生會利用毛組 進行鋸骨的手術 手術前有甚麼需要準備 基本上病人先要來照兩張標準的膝頭X光 我們在做膝頭X光之前 我們會放一些特別的儀器 在腳上 之後那兩張X光片 就會放在我們的數據中心 進行這個分析 分析的過程 基本上就是利用兩張2D的圖 去製造一張3D立體病人的模型 在電腦系統裏面 醫生在術前基本上可以利用這個模型 去決定我們用的人工關節的大小 位置 有否需要進行特別的調整 這些全部都在術前 基本上已經可以決定到 醫生 那手術的過程是怎樣定位的 首先 我們在大腿骨 會放上這個人工的一些定點器 你看到裡面有九個不同位置的反光波波 基本上電腦的鏡頭 就是靠著認住這幾個點 去決定到骨頭的位置 我們會先把它固定在大腿骨 同時會放另一個定點器 在小腿上 之後醫生會點在膝頭的不同位置 去跟之前術前的3D模型作出吻合 吻合之後 電腦基本上會清理骨頭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用機械鼻去進行骨頭 那機械鼻有甚麼特別之處 因為我們現在做關節手術 其中一個重要的基準 就是手術的精準度 我們可以利用術前的3D模型 以及機械鼻大大提高精準度 現在的精準度是0.5毫米和0.5度 我們現在可以根據病人的印帶 不同的鬆緊度 去調節關節的位置 去適應病人自己的印帶的情況 有很多研究指出 我們如果將關節 去根據病人的印帶的鬆緊度 作出適當的調整 是可以大大減少術後的痛楚 亦可以令術後的腹腔更加提升 明白 那相對於傳統的膝關節支援手術 其實機械鼻是可以優勝很多 又快了很多 康復的時間 有否臨床來計算是快了大約多少 如果你根據不同的研究 我相信大部分都看到 那個流暖的時間 可能可以短20%甚至更加多 張醫生 除了機械鼻之外 我知道膝關節的支援術 也還有一些新技術 因為膝關節支援術來說 我們一般來說比較大 大概13至15CM 很多病人都對於我們的縫針 或者是傷口的外觀都頗為關注 所以兩年前 我們引入了一些新的技術 就是一些叫做 非入侵性的傷口縫合技術 集了兩家之牆 簡單來說就像拉鏈 這樣的設計工具 貼在傷口上面 之後我再將索帶索緊 這樣就可以連結了傷口 我們大約兩個星期 但是將這條拉鏈一拆了 基本上傷口就已經復原 它既速度快 它有我們平時連針 或者打電梳機的好處 但是病人也不用受到 那麼辛苦的拆線之苦 而且它少了內面的物料 在傷口裡面 基本上傷口復原 就會有得益 明白了 不少長者都需要換膝關節 有了這些新技術之後 相信長者都可以更加輕鬆 謝謝張醫生 劉先生,手術之後多久可以下床 三小時之後,六床做物理治療 整個手術過程多久可以出院 五天 至少五天已經出院 你做完手術 到現在有兩個月時間 康復情況又如何 現在康復程度 可以走到一個小時以上 可以去游泳 去游泳 對,去游泳 現在可能每個星期有游泳 有… 進展得很好 對… 做完手術後不僅醫好 還要快點好 相信這是全部醫護人員的目標 放心吧,技術越來越好 接下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先進的手術 回來健康關注組 我們繼續探討寬暴骨折 一年耐死亡率,接近兩成 現場繼續有兩位嘉賓 包括有骨科專科 大希恩醫生 以及註冊物理治療師鄭金坤博士 繼續回我們剛才的話題 因為說到寬暴的骨折 我們經常說老人家 骨質疏鬆 是導致主要的原因 但其實老人家 還有沒有其他特質 令他們比較容易有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有的,除了骨質疏鬆的問題 很多老人家因為年紀大 其實身體機能都開始變差 行動可能沒那麼靈活 但很多時候老人家都很怕用事滴 或者很怕別人看到他用事滴 比較抗拒用一些負行器 但如果老人家 真的知道自己的情況不太好 或者覺得沒什麼力氣的時候 真的不妨用事滴負載一下 因為最近有個病人 他在家裡 因為想著自己走路也沒什麼問題 要遠一點,跌一跌,就寬暴骨折 所以老人家如果真的沒那麼靈活 也不妨用事滴 另外,其實很多人都很心急 很多老人家都走得很快 尤其是可能下雨,地上很滑 他又無法留意 或者去街市買了很多東西 他相對地很容易又會跌倒 老人家都不可以太心急 其實骨質疏鬆的人士 應該要做多些運動,對吧? 我想問鄭博士,有沒有說 一些運動是特別適合 骨質疏鬆的人士去做的? 有的,其實運動分很多種 最簡單的一些家居運動 我們首先要考慮 長者未必每個人都會每天都外出 所以我們會幫他設計一些 最簡單、最容易做的 可能用家裡的家具 或者家裡一定有的環境設施 很簡單,而且很容易操作的運動 最重要是用橡筋帶綁住兩隻腳 然後坐直人 用大腿旁邊盆骨的肌肉 將這條橡筋帶 抹開 一般來說需要做20至40下 看起來這個動作非常簡單、容易 但是它對於盆骨的肌肉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可以用一個沙包綁在腳眼上 然後慢慢伸直大腿 這個動作是鍛鍊膝蓋的四頭肌 由於肌肉和盆骨是相連的 它對於鞏固盆骨和膝蓋 都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我們建議長者 每個星期都要做三次至四次這種鍛鍊 每一次每隻腳可以做四十至五十下 上肢的運動對於長者來說 都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利用水瓶入滿水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上肢強化運動 這些運動可以減少手臂骨的肌肉流失 因為手臂的肌肉 可以幫助老人家在保持平衡 例如走路的時候 例如他們拿著東西 或者拿著拐掌的時候 或者其他坐行器具的時候 有足夠的力度 一般我們會建議他做手臂的二頭肌 這些動作必須要做三十至五十下 聽石博士這樣說 我立刻明白 平時走公園 你看到那些婆婆的動作 原來真的有用的 有用的, 設計是真的想過的 我想請教一下大醫生 其實我們說到這次骨折的問題 有分輕度和嚴重的處理方法 或者治療會否有不同 會有不同的 因為寬佈骨折大部分情況 都會用手術的方法處理 因為剛才提到寬佈 我們每走一步都會用到這個關節 所以大部分情況都需要用手術的方法處理 小部分可以嘗試不用手術方法處理 而用什麼手術的方法 是視乎骨折的部分在哪個部分 大致上可以分為大腿 即是我們稱為骨骨的近頸部部分 我們稱為骨骨頸部的骨折 又或者是骨骨叫做鑽間 或者叫做大小鑽間的骨折 這兩類骨折的處理方法相當不同 如果是接近寬關節部分 即是叫做骨骨頸部骨折 因為它比較接近寬部的關節 它的血氣比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不可以就這樣做一個固定術 就要將骨折走,叫做半關節的治喚術 這類手術做完之後 腹腔跟另一類手術很不同 另一類手術叫做骨骨骨鑽間骨折 這類骨折就要做腹位 加上水內釘或螺絲釘的固定 如果是做半關節的手術 有些動作要儘量避免 包括蹲蹲或矯腳這些動作 因為做這些動作會引起有機會脫教的危險 但相對地,如果是一些鑽間骨折 即是我們做水內釘的手術 就沒有這些問題 一般的關節活動也可以自由活動 大醫生,我想問 手術之後有沒有怎樣去護理 最重要是傷口護理 通常傷口大概兩個星期就會預合 另外,因為我們做完手術 我們都很想病人快活動 所以最重要是儘快走回路 而出院後也要繼續做物理治療 令行動可以保持 所以不僅是老人家 什麼年紀也好 平時真的要動一動,冬池奶 好,今集多謝我們兩位嘉賓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有任何問題或健康問題想關注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Facebook開TV 健康關注組的專頁留言給我們 對,又或者可以WhatsApp我們 5 3 9 9 5 3 8 8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再見 周圍